欢迎收看凤凰说 今天要来介绍一位非常有名气 也值得认识的一位好演员 他就是胡歌 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一定几乎都认识他 从早期的仙侠剧经典仙剑奇侠传 和穿越剧神话 到最知名的狼牙榜 以及近期的猎场 胡歌有许多快智人口的电视剧作品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1982年生的胡歌 今年38岁 胡歌7岁的时候 就被上海电视台的艺术团选中 开始接触表演 开启了他对于演戏的认知 中学时接触广播合唱和话剧 更曾经在电视台担任主持人和记者 抱持着对演艺的热爱 同样也是上海人的胡歌 后来就读了上海戏剧学院 身高超过180公分的胡歌 外形帅气 在学期间也接拍不少广告 大学时就和唐人影视签约 第一部演出的电视剧是蒲公英 不过真正让胡歌大红的是 2005年的《仙剑奇侠传》 当时的编剧主张启用全无经验的新人 以胡歌搭档刘亦菲 两小无猜的组合 加上电玩改编的精彩冒险故事 此剧一播出大受欢迎 最高的收视率曾达11.3% 还是学生的胡歌 尝到了一出道就爆红的滋味 有趣的是 胡歌本来要试的角色是配角僵士孤儿 但剧组觉得胡歌的古装扮相似乎不是那么好看 后来又再去试了一次 如果还不行 经纪公司觉得 不如以后不要接古装戏了 那天游戏的创作者 姚仲宪刚好在化妆间 看到胡歌觉得太像李逍遥了 决定让他演出男主角 可以说是一段奇妙的缘分 胡歌后来因此接连演这几部古装剧 包含2005年的《天外飞仙》 2006年的《少年杨嘉奖》 看似顺遂的演艺之路 却在2006年8月的一个晚上改变了 胡歌遭遇了重大的车祸 导致脸部和右眼伤势严重 助理更当场死亡 容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可说是半条命 胡歌远到香港及韩国进行手术 休息近一年的时间 正在拍摄的射雕英雄传也因此停牌 20多岁的他就面临人生中巨大的难题 胡歌在后来所写的书《幸福的拾荒者》中 提到的这一场车祸 自己能保住性命是个奇迹 眼睛能重见光明更是传奇 付出后的胡歌右眼上方有着明显的疤痕 需要用黑框眼镜和发型来演示 众人对他容貌的过度关心 也曾令他质疑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做演员 往后的拍戏合约 更都有必须用刘海遮掩伤痕这一条 2009年的胡歌接着演了《神话》 这部十分只有代表性的穿越电视剧 胡歌主演的易小川 哥哥是一位考古学家 易小川意外地透过一块玉佩和宝盒 穿越到了2000多年前的秦朝 经历了一段冒险和爱情交杂的旅程 《神话》打破了央视黄金党8年的收视记录 再次创造了胡歌演艺事业的高峰 当时胡歌主动提出 改掉了额前遮掩伤疤的刘海造型 为的是更符合《神话》中秦朝将军蒙艺的形象 显示了胡歌克服心中的那道坎 更用演技说服观众对于他外貌的关注 刚出道的年轻演员 往往在出演一两部剧成功后 被定型为适合演什么角色 胡歌在这个时候 也被定型为适合演出古装偶像剧 2009年胡歌再次接演了《仙剑奇侠转三》 他后来坦白拍了一个月 心中的不甘心就出现了 角色和戏剧类型 和之前所演出的都太类同 但一方面对于仙剑有着与众不同的情感 一方面他也很务实地说了 为了挣钱 隔年的春节胡歌一次偶然打开电视 发现有三台正在播着他不同时期的三部作品 从22岁到28岁 自己一直在演同样的角色 他惊觉自己虽然经验更丰富 技巧也更鲜收 但是专业却似乎没有进步 胡歌开始寻求转型 演一些不同的角色 才有了2010年的苦咖啡 原本导演是机不愿意用他的 认为他不过是个偶像剧演员 但因为拍完神话的胡歌太火了 最后还是拿下这个角色 拍完了这部戏后 导演对胡歌道歉 评价他是一个好演员 完全胜任这个角色 很有潜力 只是缺少这样的机会 为了转型 胡歌演出了《摩登星人类》 《无懈可及至高手如林》 《香格里拉》等剧 尝试了都市白领 康巴汉子 霸道总裁各种角色 有趣的是 当年爆红的《步步惊心》 原本男主角是主意找胡歌来演出的 只是胡歌拒绝了 而胡歌选择了演出电影《辛亥革命》中的林决明 戏份不多 却获得了百花奖最佳新人提名 虽然没有大表现 却也是转型的开始 在拍完最后一部唐人的戏 2012年的轩辕见之天之恒后 正当红的胡歌 毅然决然地推掉了所有的剧本 表明再也不想演同类角色 特别是古装剧的小生 因为他希望摆脱这个框架 这部作品仍然创下了好成绩 尽管和奥运比赛在同时断播 收视仍然是第一 胡歌认为 每个年龄阶段都有适合的角色 想挑战的角色 如果没有特别适合的机会 觉得遇到了瓶颈 那就改变战场 于是 胡歌暂停了自己的演艺工作 2013年 花了一年的时间转战舞台剧 当时放弃了很多好的片约和机会 但胡歌回想起来 仍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胡歌投入了话剧《如梦之梦》 每场演出长达8小时 他化身为一位患有绝症的5号病人 诠释着角色的心路历程 也是个人的心灵旅程 在这里 胡歌找回了演员的乐趣 一直到近几年 胡歌每年都还是会抽空演出 胡歌对于演员的热情 专业的坚持 也为他带来了不一样的机会 某一次制作人孔生和李雪 看到了他的表演 认为他和狼牙榜中的梅长苏十分相似 都是一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却努力活出光彩的人 胡歌的城前迎来了2015年的狼牙榜 除了欣赏他在话剧《如梦之梦》的演出 也因为胡歌曾经遭遇重大车祸 和梅长苏一样都曾经历经生死而归来 狼牙榜中身体虚弱 却拥有强大意志的梅长苏 靠着燃烧生命 以过人的谋略 为亲人平反 为好友争取上位 为自己的人生拼搏一把 剧中众多演员精彩的演出 跌宕起伏的剧情 让这部剧收视极好 在豆瓣获得了9.3的高分 五星评价更高达75.7% 可以说是十分罕见 胡歌凭此剧获得了 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 国剧盛典最佳男演员等众多奖项 同年度胡歌所拍摄的《卫装者》 也同步上映 演出一个为了民族大义 卫装身份抗日救国的故事 这部戏收视家豆瓣获得8.5的高分 这些新戏的成功也为他的转型做了最好的证明 导演更评价胡歌 对于细节的苛求程度令人惊讶 能够为了一句台词 重复到导演都烦了 配音配到嗓子哑了才肯罢休 其实在这两部戏之前 胡歌也有两部还不错的作品 一部是2014年的《风中奇缘》 虽然大体上还是一部爱情古装剧 但是胡歌放弃饰演帅气的大将军男一 选择饰演男二双腿残废的莫寻 拥有极大的权势却因为身体残缺 没有自信去爱而错过了女主 只能默默守候 演的是极为传神 凤凰本人就二刷了这部剧 另一部是《生活启示录》 和年龄与他相差11岁的严妮大谈姐弟恋 也有不错的收视率 这些都是胡歌勇于转型的好作品 胡歌近年来最后一部主演的电视剧 是2017年的《猎场》 饰演人生遭遇重大挫折而锅铛入狱 出狱后历经人情冷暖 最后成功的一位猎场精英 虽然这部剧没有像之前那些剧如此红火 不过胡歌也凭此剧 获得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提名 拍完这部戏的胡歌没有再接戏 不是因为新人辈出胡歌不红了 反而是胡歌拒绝了许多名导大片的邀约 胡歌并不喜欢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 而是想要有更大的挑战和突破 但是这些年没有遇到自己太终意的剧本 也希望自己可以休息一下 像是每年重新回到的话剧舞台 让他可以获取很多能量和更多的灵感 暂时的停下来是为了走得更长远 不愿意随便消耗之前的成绩 胡歌经常会想起自己当年刚出道的时候 那时候年纪小拍戏专注 演员之间也是特别的纯粹 大家每天会聊理想研究演技 但这些成分随着时光流逝却越来越少 胡歌在演戏这件事情上有着严格的要求和坚持 后来踏入电影领域 拍摄南方车站的聚会时 还定做了工人制服 到街头上去真实体验角色 客串你好之花 只有半天的戏份 回到酒店后觉得自己可以演得更好 就不断琢磨重演 许久后遇到导演又再次讨论了这场戏 他认为这是最幸福的一个时刻 胡歌认为自己最理想的职业是做演员 除了演戏外什么都不用管 活得自由自在 只是活在美光灯下很难 胡歌曾经在微博发了一张吃冰淇淋的搞怪自拍 没有滤镜修图 也不符合主流的审美观 没想到这个行为让工作人员立刻跳脚 粉丝们也大为惊讶 胡歌反而有一种调皮捣蛋的喜悦 20多岁的胡歌 是青春活泼的 嘻嘻哈哈的李逍遥 是我们对他最初的印象 38岁的胡歌 有着更多的成熟和自在 他不在意自己的脸上好不好看 他更在意的是扮演好一个演员的角色 胡歌曾说希望自己朝一个演员近一些 离一个偶像远一些 李安曾经说过 刚出道的演员不是你挑剧本 而是人家挑你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刚出道的小鲜肉 演技不纯熟 难免演出的都是偶像剧 胡歌刚出道时也是一样 我们不能批评 现在的年轻男演员比不上胡歌 但是在有了知名度后 开始有选择 又有多少演员能像胡歌一样 拒绝流量片约 持续不断的磨练演技 勇于转型呢 拥有演技的老戏骨 演艺生涯会更长 往后也能有更多的选择 胡歌也表示 未来如果有机会 更想演艺看看历史人物 或是精神病这样的角色 最后分享一些有关胡歌的小故事 除了演员的身份 胡歌其实还很会唱歌 他曾演唱过多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包含《仙剑奇侠传》的插曲 《六月的雨》 步步惊心好听的主题曲 《一念之拙》 令人惊讶更是由胡歌所演唱 胡歌自嘲小时候是个胖子 外貌不起眼 曾经想参加名额有限的篮球班 却因为太胖被取笑 那时候的老师带他去参加话剧班 后来拍的戏得了奖 也算是一个转折 快要迈入40岁的胡歌 当年一起演戏的好友 袁洪 霍建华 刘诗诗 林依晨 都已纷纷结婚 但胡歌却还是单身 胡歌曾公开过的前女友有两位 一位是薛佳宁 据说在胡歌车祸期间 无微不至地照顾 一位是江淑颖 也是最近以30而已中的王曼妮 再度走红的一位资深女演员 然而最近几年 却再没见过胡歌公开谁的恋情 希望这位有演技 有颜值的男神胡歌 也能尽快有好消息 今天凤凰的解说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于电视剧和演员介绍有兴趣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影片